为庆祝法兰克福与广州结为友好城市25周年,来自广州的小天使交响乐团22日晚为当地的观众献上一场音乐盛宴。 切斯福德的肖像,匈牙里狂想曲,吹奏乐的名画,来自广州海珠区少年宫的小天使交响乐团当晚在法兰克福的霍鹤音乐学院演奏了多首当地观众熟悉的名曲,不时引发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温振顺在演出前的致辞中指出,25年来,广州和法兰克福市在经贸、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和交流日益密切,取得了丰盛的成果,两市的友好交往已成为中德友好城市的典范。 他表示,两市的多所中学已经形成定期交流机制,青少年交流十分活跃。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年轻一代友谊的建立将为两市长期友好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介绍,小天使交响乐团是广东省第一支少年交响乐团,曾多次出访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